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安安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聽 今天的報道全世界 今天我們邀請到 經濟部長李世光 李部長來接受我們訪問 寶丁你好 主持人你好 你的長久朋友大家好 非常歡迎 非常謝謝 我想政黨輪替以後 整個國家的經濟 也有一些轉向 剛好也現在很關鍵 調整台灣的經濟體質 所以經濟部部長的工作很重要 我先給李部長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李部長是民國48年生 所以今年是57歲 台北官隨風的人 所以台語很激 不錯吧 不錯 他在美國的IBM做過千年 另外是美國月頭 康南大學博士 第三年以後 然後回到台大 再來做國科會處長 然後做工研院的副院長 然後資策會的執行長 然後接下來是第二期 能源型國家科技計畫的執行長 那這個後來因為做得很好 評比從C變A 所以蔡總統跟林權院長 找你來做經濟部長 是這樣嗎 是 那可不可以先講一下就是說 總統那時候是怎麼找你的 不是 那個總統那四位找人 好 所以我就想說那個漁人節 是找金的還是找假的 不是 哈哈哈哈 那個其實 那個 那個以前已經有在找我了 林權院長 對對對 他說 他說希望我來做經濟部長 那時候大家已經風聲很久了 很多年了 說我應該去叫科技部長 我是說我真的假的 要我想想之後 他說林公英跟總統討論很久了 他說我來做支援比較適合 所以蔡總統去看公英院的時候 他還跟這家大事 台下說一遍 說本來是要請你做科技部長 不不不 他第一次 對外公是怎麼找我來做 經濟部長 他主要的方法就是說 他希望我們台灣鄉頭前走的時候 產業創新 是最重要的這個部分 其實有很多所謂 跟我們說這家大事很重要 過去我們都說 資本密集 人力密集 其實過去10年 最新的分析來看 最重要的是創新密集 所以台灣的資料也很像這樣 台灣在經濟部長 有40個研究的單位 公英跟支援都在裡面 他希望這個委員可以進一步 跟台灣的產業結合 做得比較好 所以他曾說 他曾第一次從外面說 他那時候他自己看 這個部分要跟研究的單位 可以跟我們的產業做得比較好 聯合力也比較好 軟體跟那個硬體 結合起來也比較好 所以他覺得這個部分要找一個人來創 因為我們兩位 兩位都做過嘛 所以他說希望我來接受委 當然經濟部不是只有做一部份 本來你聽到的風聲是說你要接科技部 我沒聽任何風聲 大家都說因為那麼多年 已經說三四年了 對 那陣子如果議員到外面 你想什麼下一次 叫科技部長我就跟他說 不是已經說三四年了 你還欠狗會 欠狗會 欠狗會 所以那次他真的說 我去做的時候 大家也是結束 沒人想到會來接經濟部長 其實總統有 長有說 其實他認為三業要創新 那部份要把整個三業的形態改變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他因為說找一個人 不要對過去的體系 對金貓這部份出來 或是直接傳統的工業出來 他說希望找一個人 對另外一個角度過來 所以他就去找來 你以前跟蔡總統 有什麼演員 沒有認識嗎 沒有認識 都沒有認識 我今天才會比較認識 我今天才會比較認識 你什麼 理事人嘛 就是那時候我剛才沒有說 號定的投資 其實他一直都做了生計投資 所以我跟總統其實不認識 不認識 跟院長也不認識 你票有投給他 有啦 這半月就是沒意味 你說你總統的票是投給蔡英文 是啊 2012也投給他嗎 是啊 是啊 他可以說你比較偏率嗎 對啊 你也要這樣說 是啊 哈哈哈哈 真的假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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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沒有認識 我沒有認識 我以前看過時 我是同鄉會的會長 台灣同鄉會 對啊 你怎麼做台灣同鄉會的會長 是啊 台灣同鄉會是比較偏臺灣的 對啊 台灣同鄉聯誼會 那就是比較偏男的 是啊 是啊 哦 你做偏會長 對啊 我做偏會長 是是是是 經濟會長就是吳正宗正偉 哦 是是是 我們現在訪問的是經濟部的這個李世光理部長 那現在你知道就是說外面有你說老男男 是是是 老就是年紀大 南就是藍軍國民黨 南就是女兒 啊 其中你有話說到 你的感受是什麼樣 會不爽快嗎 沒有啦 大家都要這樣說 就把他推定 政府頂 啊 這個大家要照臨打名嘛 其實以經濟部來說 過去的參加政策 是要繼續 但是因為新的這個政府起來 本來就有新的變化 本這部分本來就要做改變 所以在這個部分 過去的政策 要怎麼跟新的政策結合 本來就是一個大問題 你要反駁啊 你說老我沒老了 我四十八年出的怎麼有老 是啊是啊 是啊 四十八年出的我多七歲而已 是啊 如果說你老 說實在我也要反駁 因為我五十年出 我們差兩歲而已 你很年輕啊 哈哈 你很年輕啊 沒有啦 你如果說藍 你也沒有藍 你剛才說你都不是藍的 是啊是啊 其實我在政府裡面 做過很多年的工作 對 那表明是你是哪兒 就是為國家做事 沒有分藍綠 對啊 就為台灣打拼嘛 為國家打拼嘛 當年回來也是這個生活 對對對 所以 2012年你到小英 2012年你也到小英 208年你到什麼 208年那時候是什麼 那時候是外面的總統出來算 沒有 謝長廷 謝長廷 沒有辦法打拼過 哈哈哈哈 這開槓啦 不是審查的 不是 我現在不是說 大家說你老男人 你都不是啊 是啊不是 但是我是女兒的 剛才說一個長 就是女兒的 是啊是啊 對不對 對啊 這你以前不是跟人家說過 我不是跟人家說過 我上次 報仇部經常跟人家說 我為什麼沒有做 那個第一次的空氣部長 就是因為 說我的好朋友都是兩個人 對吧 哦 是這樣嗎 對啊 報仇都這樣寫嘛 對不對 是不是 我不知道 報仇都這樣寫嘛 哦 因為我長有訪問這個好名義先生 是是 大塊文號的董事長 是是 他不是去創一個 叫開放台電嗎 沒錯 最主要是說我們台灣每年 經常台電都說 哇缺電哦缺電哦 那很多人其實也不信任台電 是 所以呢 這個好名義他們就說 那我們來開放台電 就是說到底我們來調查 台電台灣缺不缺電 那其中他就有說了一個說 那個什麼 重啟合一廠一號機 那個事情是5月31號 那天因為很熱 所以電力說備載 備轉容量存1點多 所以呢 這個合一廠一號機要重啟 這個事情 那天是你跟他們有建議的嗎 不是啦 那天 其實台電本來就用自己的 這個能源調派 這個規則 對 普通前一天就全面都來算 所以那個規則一旦好之後 第二天就完全到那裡進行 所以因為他的改變很近的 你去看台電的現場 輸配管 他的上面都是他的螢幕 所有電池多多 現在滿載多多 他能夠發電多多 要怎麼配送 那個規定 一天就很好 整個月 裡面的同仁都十萬年以上的經驗 所以一旦 譬如說天氣在那邊熱的時候 怎麼營運 那不出來清晰的 那直接就在裡面整個月了 所以不可能有一個人 會跟醫院說 我今天太熱 要啟動什麼 因為他整個分析 在正前都定案 就開始走 所以那天真正的原因 是太熱 當然在立法院的時候 人家跟我們說 清晨公公的 你連極端氣候 拿出來說 雖然今年五月 是134年來 最熱的五月 所以過期那個時候 我們普通五月 過期可以修理電腦 修理到最後面的時候 我們古早 我們古早 過期都被傳都很慣 過期 整年都有修 擺電腦在修理 因為一定要擺 因為就像車 固定時間就要去修理 整年都可以擺 天氣越來越冷 所以夏天叫人不好擺 所以擺就好像十月 開始擺到第二年 五月 但是十月燒熱的時候 稍微有修 外面說我擺幾天了 來開始把他修理 但是五月 是修理到要去刷 你不能修理 因為我就已經在修理 稅修 稅修你一旦拿出來 電廠會出問題 因為你一定要綿綿 那134年來最熱的五月 來不及把電廠立刻拉回 因為他正在稅修 所以從來沒有料到五月份 會有這麼熱 在歷史上從來 134年 比作為民國更多 所以在那個情形之下 不得不面臨這個困難 所以不是說 這個院長說我們必須啟動核電廠 而是因為落到1.3幾個百分比 就是被轉容量 被轉容量太低了 任何一個小的不小心 所以不小心不一定是人為的不小心 是機器有一點點不好的話 那可能就會跌到供電不足 所以那個議題不是說我們跑去跟院長講說 這個我們要啟動重啟核電等等這種討論 因為從整個營運上來講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你前一天晚上整個配電規劃通通都早就配進去了 因為現場的反應太快 他們在做那個動作的時候 連台電的總經理副總經理他都不請示的 因為他按照原計畫在執行了 所以那種東西根本不會上到經濟部 甚至談到這個院長的資金 所以重啟核一廠的一號區 這個事情不是台電跟你建議 你去跟院長建議的 那個時候我才剛投美國 我被派到歐洲去出差 我才剛下飛機怎麼可能去做這件事 對不對 我們這個在那個架構底下 520上任 第二個禮拜WTO就開部長會議 跟所謂的這個TISA 就是服務的會議 服務的協議會議 所以我去了法國去開WTO的會議 所以我才剛下飛機而已 所以根本不可能啟動 第一個就是時間點上對不起來 所以並不是說拿去這個 等於是說告訴院長說我們會出這個 同時這個是站在時間點上不可能 第二件事是 剛才我講的 它的配電的整個啟動的結構 前一天晚上就會訂好 不會到現場的時候突然間跑去 承報到行政院長去 那不合乎行政倫理 不可能會做這樣的事情 其實現在就是這個好名義他們去做了以後 那麼因為就是說5月有可能就很熱了 那所以呢稅修以後就不要排在就是用電的旺季 現在就嘗試要讓他不放在5月 因為他會擔心至少明年會這樣 因為用電的架構嘛 所以就表示以台灣來說 從機器部的眼光 所以稅修那個電有10% 對啊 放在5月30月很熱的 那台電都沒想到 不是 我們的電廠的倍轉容量率 最安定的情況下要到15% 那稅修的時候通常至少有6% 會在過程當中拿出來修 其實很容易算嘛 我100%的電廠 我只要有12個月可以修 我原來我就只是要差不多7%到8%左右 差不多8% 你平均來算就好了 當然有電廠有大有小 那一旦我只剩下10月你看 10 11 12 1 2 3 4 5 只有8個月 8個月 8個月修100% 那就是12% 所以10%那有奇怪 10%還算對 你如果不然我應該做12%再平均 當然我說電廠有大有小 所以那個哪裡有奇怪 你說10%那不是開玩笑 你怎麼這個 我們每一年都要稅修電廠 我本來就需要有 每個月要顧及 你假如我這麼平均 也需要10幾% 這個一點都不奇怪 但是如果那個 今年那10%在5月31號稅修 可以提前的話 那表示說其實本來就可以提前嗎 那個東西就變成說 如果我要提前 就表示我的整個時程要再縮短 我要再縮短的時候 我的人力 我的資金調配 其實主要是人力啦 資金現在已經事先 譬如今年要稅修這幾個廠 現在都提前物料就先去訂了 這樣才可以跟上 跟上之後他就會開始排 這樣才不會修到一般沒有原件怎麼辦 瞭解 你就先去買來 可是你敢有扛坐工廠室啊 那不是說有青菜什麼人 你會讓露米酒一個去修理電廠 所以林全院長說 考慮重啟合一場一號機 不是台電建議 也不是經濟部長建議 應該這樣講 是啊 所以他不知道自己去聽聽聽 我不記得 這個問題 不可以講問 因為經濟部第一 他是我們的直屬長 直屬長官 我自己也不知道 了解 好 我們現在訪問的是經濟部的部長 李世光李部長 來 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來 謝謝 好 歡迎繼續收聽《報道全世界》 我是鄭鴻儀 我們今天訪問的是經濟部的部長 李世光李部長 那麼李部長剛剛有講 其實他是四位邪接到林全院長的電話 要跟他面談 希望他來當經濟部長 而且他跟蔡總統已經討論過了 也就是說他們內定你要來當經濟部長 其實更早了 應該是三位就決定了 應該是我不知道 應該是這樣 不然有四位邪接到你決定的 對不對 也就是說老早就要你來當經濟部長 就是說他們的心目中 其實你有視財視所 他說你過去總統 特別都到立的 可以說一下你有這個燕源嗎 可以啊 其實這個 台灣同鄉會會長 我做過美國康內的時候 做過同鄉會會長 對 這個過期的時候 你我們去到康內要討論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在那當年的時候 就只有東鄉會 有東鄉會 有東鄉會 或是東鄉聯誼會 對 都不一樣的 那時候我去美國的時候 我幾個跟吳鎮中教授 就現在的政委 很多人是躺到康內 那那時候回來的時候 吳鎮中教授 那年美黨下領會 在康內辦的時候 我們家就是聯絡地址 所以那年還沒開始 那時候還在東北的時候 民進黨還沒真的升任 那時候 1980年民進黨升任 是啊 那時候我八三去美國 所以八四的時候 美黨下領會 所以那時候 他的聯絡 整個美黨下領會 在康內辦 一十個辦 我們家就是 聯絡處 聯絡處 聯絡地址就是我們家的電位 所以 所以 當時來看就是說 但不是說 這個烈額是哪個問題 是對一個社會怎麼看法 我們台灣來說 台灣這個國家 不會怎麼向頭前走 這種習慣是大家 很重要的習慣 所以在留學的時候 你就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個一步一步 你就覺得說 社會可以進步 這 除了新的習慣 所以就一步一步 你就變成說 這個部分應該這樣燒 聽到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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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進步 對 一直都是一樣的習慣 其實不能進步 需要有新的習慣 新的改革力量 這次 才能一步一步向頭前走 當年的當年代表著 新的習慣 覺得這個社會要改變 要當年改一改改 改變成民進黨 所以這種新的習慣 這次這個社會 這個社會 才有兩個力量 來向頭前走 所以這種的習慣 當然就會出現 在很多學生的社會 裡面 說要怎麼可以讓台灣的社會 更進步 所以這部分 當然就漸漸 在這個生活裡面 你這個有這個台灣 意思是當時才開始 應該很小就開始了吧 如果這樣想 我太太其實 他在美國大學 他其實台語美國 比較好 我們長男 太太在美國大學 意思是說在台灣出事 四年就算移民去美國 七歲就去 我們長男都在美國DC 後來華府 都在華府 他們是在做什麼 我們長男是美國海軍的工程師 海軍工程部的 他不是軍人 但是 不是 是研究的 是工程人員 是 我們長男在東亞補 事實上 他們在美國的時候 跟台灣的社團 很接近 大家都在打招 所以 我們太太是在那裡大 他撤回到美國了 對 所以 其實你所有的朋友 都是這部分的人 那就是當年 為什麼 這個 補助長都跟他說 我去做科技部長的時候 去用推薦做科技部長的時候 說 不能做這個人的好朋友 都是人的 哈哈哈哈 齊庸里 馬總統任內 對 馬總統任內 第一任的科技部長 不然補助不在那裡出 在猜測人選 本來老早就應該要出現了 猜測人選 是 你怎麼不知道說 你去讀康蘭雄的博士 走這個 這個所謂台灣的路線 台灣東雄輝 這樣含得比較近 這個事情會影響你的試圖 你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在學生來說 尤其那些年輕人 其實沒想過這個問題 對 而且 其實我很多學生 對 我當年要申請學校的時候 幾年重要學校都很緊 對 都全球獎學在這裡 你講美國 美國 美國 我是全球獎學在這裡 對 所以在那些時候 你你今天不就要想什麼試圖 成年這一種事 你會想我 讀康克 研討 你要怎麼在科技的度分 做一個重要的衝突 所以任官 從來不是你的笑話 從來沒有遭到這個問題 對 四三官 我們漸漸以來從來沒有去要求過任何一個工作 是是是 過去的所謂 不要開嘴 不要開嘴 這跟我們爸爸在這的時候 有人啊是你爸爸 我爸爸以前是學校的黨署長 哦哦哦 退休的時候是學校的黨署長 我說什麼大名 李文雄 李文雄 當年實信的必案的時候就是他去改革的 所以在一生 如果一個人打拚有靈靈 你就把自己的靈靈做好就好了 想那些有的沒有的都不重要 因為他就跟我現在說的 他說他只是一個人 不要去討過任何一個工作 其實我現在自己想著 我大概來了二三年了 我從來不要去討過任何一個工作 每一個人工作都是好 必須你來當作這行 所以我相信這就是真的 我就是會感到很高興說從來 有做到我爸爸以前的說法就是 從來不要去討過任何一個工作 日本這個工作 貴市國庫會 工業院什麼都不是 是 是人才人就會來找你 就是人才不知道 但是不要去討過任何工作 就是真的 是 我們現在訪問的是經濟部的這個部長 李世光理部長 所以外面說他是老藍藍 再講一次喔 不是喔 這個每個人認定不一樣 我看起來是不老了 48年次怎麼會老 藍他已經講了 他每一次都投民進黨 而且還是台灣同鄉會的會長 這樣他怎麼會是藍的呢 唯一是他男的 這樣子OK 那他也沒有跟行政院長建議 要重啟核一的一號機 應該沒有 沒有對不對 好 那這個 經濟部也關台電嘛 那總統已經跟這個原住民道歉了 是 說蘭嶼要把他那個低階的核廢料要遷走 對 那你有辦法承諾當時嗎 這就是你經濟無關的嗎 這個是經濟無關 經濟無關也跟原人會合作 對 所以管制單位原人會 經濟部在努力的找尋真正的地點 可以做這件事 那可是那件事情呢 台灣已經嘗試了幾十年 都很困難 不過那個也是從最基本面的原因來看 為什麼要談非核家園這件事 我們每次都說核電很便宜 可是我們算那個核電很便宜的時候 是沒有算核後 核廢料怎麼處理 這件事情全世界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一個商用的機制 可以把核廢料處理 事實上有幾個國家嘗試鑽洞 然後把它放進去 看它會不會乘到地心裡面去 那件事情到今天為止 都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把這件事做到所謂的最終儲存 就是最終點的儲存 所以我們今天在談蘭嶼這件事情 要以存 那是很多年來累積的 那經濟部的確在主管範圍內 我們有個核後基金 那也在這個跟原人會合作 原人會是管制單位 經濟部底下是台電在執行 我們國營會在這個評估這件事 可這件事情往前走的時候 需要選址 需要做研究 那需要評估民意能不能接受 這些問題呢 處理了很多年都沒有結果 那通常如果這種問題 我們過去的時候 就是參考全世界最先進的國家 在這件事上做 也沒有模型 因為都沒辦法做 雖然我們常常知道 瑞典有些國家 他們在做一些儲存的時候 那也不是最終儲存 它就是在跟一個縣市 挖很深的隧道 然後再做水池去做儲存 有這樣的例子 可那個東西呢 需要極長的民意 逐漸的去累進 那唯一的一個成功的例子是 他們有兩個都市 最後競爭到最後的時候 有一個都市贏 那跟現在顛倒 在台灣你如果去 我們現在的狀況是 我們去任何一個地方說 觀光只是研究看看 這裡有沒有機會儲存 大家都沒有同意了 都沒有同意 這也不可能 對 如果水池那兩個成功 是競爭說 要救合費 要放我那裡就對了 對 水池人可能去笑 不是 現在就像 你的研究都做完 你覺得我這樣放 可以安全 當然他有很多補償的機制 就是回饋金 給你補貼 對啊 所以這個補貼的機制 他們最後的結果是 最後贏那個錢是拿70% 沒有贏那個拿30% 這樣喔 好 我們現在訪問的是 李世光李部長 經濟部 那談到瑞典這個事情 我覺得很有趣 那 他是用什麼樣的方法 那未來我們這些核廢料 特別是高階的核廢料 到底是要怎麼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請教 好不好來先休息一下進廣告 謝謝 好歡迎繼續收聽 《播度全世界》 我是鄭鴻怡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 經濟部的李世光李部長 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所以瑞典那個要怎麼 那是怎麼方法 他經過差不多十年到十五年的時間 去做全民的溝通 做很多研究 做完這些研究 跟全民解釋清楚這些方法 才是最好的儲存的方式 最安全的 所以那個東西需要全民共識 那一步一步的把這些科普 這些基礎的知識 科技的知識 解釋給全民聽 所以他需要一個理性共益的平台 不是強迫的 所以這個平台要被建立起來 那所以我們在這個和後的管理方法 有一個所謂的民調 直接做民調在這件事上毫無意義 因為你在把剛剛那些事情都清楚的說明 清楚之前 大家都隨著情緒的直接反應 因為到底什麼樣才是 但就一起到同一個平台去 談清楚什麼樣子的做法 才是最合乎 今天已知的科學上最好 那大家找到最大的公約數 投票是一種行為 我們總統這次在總統會選舉會贏這麼多票 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找到全民最大的共識 對不對 那大家覺得說我核電廠這樣的使用 不合乎我們的子子孫孫的相反 所以我覺得我不要用核電 當然因為不要用核電 2025非核家園的政策一旦成立 經濟部的任務就是達成這個事情 這個過程當中核廢料必須處理 那是舊的核廢料 這麼多年的電廠的處理 那一部分的成本非常高 可是我們需要建立那個理性平台 那個理性溝通平台 參考瑞典的這種機制 他們其實花了十幾二十年 一步一步的去造成這個溝通 那個逐步完成他的國會 他的全民他的政府 科學家跟社團一起談 所以這種事情絕對不是說 我關起門來我決定要這樣 不是經濟部自己可以做這件事 其實就是他要啟動全民的溝通的平台 所以就要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所以他有沒有立刻可以做 我們其實真的分析經濟部在從當年 不管當年他為什麼跑到蘭嶼 從這個往回看的時候 進一步的往前走 今天在執政的時候 就必須開始分析這個問題 那以現在的這個法規跟結構 要求能源局 要求能源局在這個部分國營會 跟台電一起努力去尋找這個場地 那可是他必須被原來會管制 那這個結構呢 真的要能夠推得動 需要全民共識 不然就會跟現在一樣 不管去做任何一個地方的研究 光只是說要試試看 就分析了 所以這樣給我們討論 所以即使定能期限也執行不起來 因為總不能派這個警察 去把它圍起來 硬挖一個洞把它放進去 不可能 以台灣今天的社會不可能 所以我們有些人會說 那政府沒效率 那是因為沒挖在你家 侯滅後院 那幾堵效率就是 集權國家得上幾堵效率 台灣不可能 台灣必須要產生全民共識 所以唯一能夠接近的 最接近的模式就是瑞典模式 它就是要建全民平台 去理性溝通 那件事沒有這麼單純 所以您剛剛我說幾年會好 那就表示我們第一件事 就是要開始建這種平台 一步一步的往前推才有意義 那當然現在已經在南語 那當然有些同胞 就南語的同胞就覺得很生氣 說你都沒把它刷出來 現在重點是 我刷出來要放在裡面 全世界一樣沒有模型 所以一定要開始去嘗試思考 這個平台的建制 所以這是真正的 目前全世界唯一一個造型的版本 就是這個 找共識 找共識 那請教一下 因為蔡總統的當選 然後她講的是個不承認九二共識 維持現狀這類的事情 現在中國的動作就是 光客不讓你來 另外一個就是城市交流 像陳菊要辦一個城市交流 中國的城市都不來 這個事情有在經濟上面 中國有動作嗎 在經濟上 我們目前我們從企業上來看 有沒有直接因為他們要去投資 其實就被擋住了等等 這個倒沒發現了 我就沒有直接的反應說這樣 有沒有感覺到氣氛 比較原來沒有這麼熱弱 應該有 但是企業界從來沒有 我們在企業界的反應 在整體的經貿的數字 是因為他們自己現在 他們在做 一方面他在做經濟轉型 因為他的經濟現在不好 其實是投資過度 所以他到底是L型還是升U型 現在還看不出來 因為那個起來的話就變U 沒起來就是L 那整體的經貿的時候 前幾個月是下降的 就到7月為止整體是下降 可是到這兩個月又開始回升了 所以他到底有沒有大的影響 現在看起來有略略回升 那整體的氣氛跟溝通的確 就是在政治上的溝通是變少的 可是企業投資的那一部分 倒是從我們這邊的分析來看 是沒有接到直接的反應說 我要去投資不可以這樣子 你說中國的經濟很不好 有多不好 他們現在這樣講 最近他的整個的經濟的停滯 投資也停止了 很多大投資都停止 那他的整體的GDP 原來說要保7保8 事實上那個部分看起來都沒做到 那這一次在談 他們在鋼鐵的這個投資 其實也是投資過度 最近你看G20他們在談說 願意跟美國協商鋼鐵會議 做這個產量的控制等等 這些都表示他過去過度投資 那他必須進一步的往前走的時候 他的投資的產量必須降低 那那個降低 如果他本身的經濟非常火熱 他本來就他就不需要考慮這個問題 現在是他都外向到國際上去 那國際上也沒有辦法應付這件事 事實上鋼鐵會議一直是過去幾個 這個重要國際會議上面 對於各國對鋼鐵輸出配額的討論 中國一直是被討論的重要 有些人說過於求你經濟清銷 對 經濟清銷就是說 不要這麼多鋼輸出 你輸出這麼多鋼 那鋼這件事情為什麼重要 德國有一點點的鋼廠 可是那個也代表極大的選票 所以我們在國際會議上談判的時候 即使連德國都會出來反對說 中國不可以賣這麼多鋼出來 這是國際的協商嘛 所以去年的時候曾經 今年曾經發生過 這個我們在談國際的這種 WTO的會議的時候 在這個前有個會前會 談的就是鋼鐵會議 鋼鐵會議所以大陸在這一塊的投資 它其實供過於求 不過大陸在過去這些年來 當它自己的經濟非常好的時候 即使它大量投資全世界用不掉 它內需市場會用掉一大塊 現在是這些東西都輸出到國際上去 這裡就變成很大的議題了 所以這次集團體它辦得很大 很多人來參加 可是這邊的壓力一樣很大 它自己的內需沒有這麼大 你剛剛講說中國經濟很壞 可是我看它公布的經濟成長率 還是有6.5 對它每次的數字都報得很大 但是它這些數字的背後代表的意義 它在整體的使用 它的這個計算 我們認為那個數字 其實不見得有這麼好 你覺得它造假嗎 我不敢說它造假 但是這個大陸的統計數字 有一陣子它說他們的航空公司 是全世界最安全的 有一些統計的直接的數字 我們不敢說它造假 這個沒有任何證據不能指控這件事情 只是它過去的很多數據 跟國際上的各種數據的計算方式 是不是完全相同 這個是必須要再進一步的分析的 但是它傳統上它過去 所以你6.5你是保守看待就對了 保守看待 對啊 保守看待有4.5嗎 我不知道 這個問題很難說 這個問題因為沒有計算基礎 所以不可以討論這個問題 它過去也做8%高% 但全世界先進國家很困難做8%高% 因為那個gross你這樣算的時候 幾年就一倍了 對 所以這麼大的經濟體 在維持這麼大的成長 到底是不是一個很合理的做法 所以這經濟模型跟GDP的計算 永遠是大學問 所以這個部分不敢說它的數字造假 只是這樣的數字 在國際上的這個相對的分析上來看 以今天這樣子的全球經濟體 都面臨有一點點通縮 甚至是不好的不景氣的狀況之下 要維持這麼大的經濟體 維持6.5%太難了 就必須要有非常突破的做法 才能做到 是 我們很容易想問 四間公司要給它增加10%很簡單 你台積電說給它增加10% 很困難 一年譬如說3千億的營業額增加10%是3百億 3百億是很多大型公司 你一年轉播的那個 你清理一間新公司 所以東尼 IBM 他的這個江彥克 然後陸哥森下去 當年的時候 他曾經10%10%15% 一直成長 一直成長 那個時候全世界都看著這件事 哇 它也讓人看著 一定有新做法 那一樣的道理 這麼大的經濟體維持6.5% 一定要有創新做法 那現在是這些創新做法 再是什麼 我們必須要進一步的分析 了解 好 我們訪問的是 經濟部的李世光 李部長 我覺得聽起來可以這樣說 就是說你對6.5%那個數字其實是比較保留 應該這樣說 OK 我們也說他造假 造假不知道 沒有人敢這樣說 比較保留 好 那這個等一下還有一些問題 再跟部長請教 好不好 先休息一下 謝謝 好 歡迎繼續收聽 《報道全世界》 我是鄭鴻怡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 經濟部的李世光 李部長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那聽起來就是說 對經濟部這個業務 其實是很有掌握 但是外面的媒體又說 這個統計起來 或者是網友還是民調說 該下台的部長 第一個是國防部長 第二個是什麼 老委會主委 第三個是交通部長 第四個警員是你 你會覺得這個requip嗎 對啊 每一個民調都不一樣 也有排到第七個八 傳統上經濟部長 民調從來不會很高 為什麼 因為經濟業務牽涉到幾乎 全民的生活上的每一部分 那以經濟部來看 它有四大業務 四個最大的業務 第一個當然是人資 能源跟環境 環境是環境保守 但是能源跟資源包含水 這些東西都在經濟部 然後它的研究跟創新產業這一塊 其實也在經濟部 經濟部的推動 然後外貿的推動 那整個這樣的結構底下 還有一個是什麼 工業 外貿 能源 中小企業 中小企業 企業 那創新的企業 那我們先從 我們打過來看好了 就是從企業來看中小企業 我們在推這個公司法 那推IP 那些法規都在全面性在推動 那個東西會影響到生活當中的很多部分 可是它也是我們產業要往前走 最重要的一個環節 所以公司法正在被修法 當然我們還來不及在這個會期提出來 公司法修的重點是什麼 整個幾乎全面性 我們目前初稿修了400條的200多條 那其中第一個大家恐怕最關心的是 股票有沒有面額 是不是才是10塊錢一個面額 這樣子的意義嗎 以後應該沒有面額 我們所得到最大的公約是說 不應該有面額 全世界最新的這些先進國家 都沒有人股票有面額 因為創新產業怎麼起來 越來越價錢越好 所以後來我要發行股票 我要怎樣 他一樣 他就說我這個要發行多少個 一個要太多錢 太多錢 太多錢 一個定2個 一個定100個 這都我定的就對了 沒有那個過幾乎幾乎10塊 這樣就對了 對 這樣比較合理 因為我剛開始的時候 這個風險很大 所以企業來投資的時候 可能一格 美國就是這樣做的 我發行100萬個 第二次我說要發行100萬個 我一國要10塊 因為我靠價錢 靠價錢 所以我就 等一下 你如果這部分沒收 公司一開始 現金進去都越來越少 現在有現金算 不然就越早進去 越早進去 因為新產業就會起來 是 所以公司法要修正 創新的 剛剛我說IP的部分 智慧條財產 他的網路的智慧財產 所謂制裁三法等等 這些東西都進入 現在進入這個 立法院的優先法案的分析 那再往前走 我們會看到新的 譬如說 我們剛剛講電業法這件事 那介紹到台灣的能資源這件事 電業法不是這個財團化台電 不是分割台電 它真正來說是台灣產業轉型 電業往前走 對產業往前走重要的一個環節 因為我們看全球的趨勢是 電業的自由化出現 那當然有個說法常常說是 孤島型的這個國家 沒辦法推電業自由化 日本也成功了 那也這樣做 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 新的應用才會出現 我們看全球的趨勢 電信跟電業幾乎都等於是 一個鏡子的兩面 它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那我們的困難點 往前走的情況其實是 我們在這過程當中 新的產業必須靠修電業法 才能夠出現 不然我們再生能源的新產業 沒辦法出現 所以電業自由化的意思是什麼 是比較具體就是說 後面譬如說發電 有一個發電的公司 蘇配電有一個蘇配電的公司 賣電有一個賣電的公司嗎 還是怎樣 蘇配電是一家公司 全國一個公司是公營的 發電的部分可以有很多家公司 但是都民營的 不一定全部都是民營的 台電的本身 它的電廠都還在一起 所以一間電廠都沒有要賣 對 它的電廠的本身 因為現在有氣電共生廠 那是民營的 那是民營的 那是民營 但是新的那個東西還有再生能源 這些東西可以是民間投資 台電本身的電廠一間都不會被賣 所以發電就是台電還是還有發電 大量的發電 再來是蘇配電是另外一家公司的 蘇配電在一開始的時候還是一個執照 一開始只做所謂的法人分離 所以蘇配電跟發電都是台電公司 那別的公司可以再進去 但全國只會有一張配電的執照 蘇配電的執照 那這個再生能源的東西可以職工 那第二個階段的時候 有一部分的受電可以再開放出來 所以它其實 就民間也可以去開始賣電了 對 可以去跟這些不同的電廠買電來 那是第二個階段 那還有一段時間 所以一開始其實是整個電廠的這個結構 電業市場的結構可以被修正 是 所以分做什麼部分 一個是發電 而且以台電為主 一開始 但是我們會希望很多新的電廠要進來 是 第二 蘇配電 蘇配電也是一間公司 但是這間蘇配電以台電為主 一開始 因為它會將來要變成國營 這個一直是維持國營事業 它是一個公家的機構 全國的網路 那這樣的好處是 它比較不會浪費嗎 還是不要漏電嗎 還是怎樣 第一個 它比較有效率 第二個 原因是因為這樣 如果大家都去電電網 那麼它會變成重複投資 當然綠電可以職工 這個沒問題 可是大型電廠的整個線型的結構裡面 一起做 同時這樣子是不允許它 對於任何一個發電廠 產生差別待遇 比如說我台電的電廠 我就出比較便宜 別的電廠我就收比較貴 但是為了避免不公平競爭 這樣才會讓大家一起努力 這個市場的自由化的機制才會出現 所以後面我也可以來開一間公司買電 對啊 然後我來買電來買 那這樣子是可以造成這個電的效率變得比較好 對啊 不是 它有好幾塊 發電的這一塊來讓五星的競爭者進來 讓你全球買能源 那我進來產生更大的民營企業 更大的競爭效率出來 出來之後它經過電網來輸送 如果是綠電 再生能源 它就直接可以供給某些廠商 像Google好像還是誰 就要買那個 它想要買綠電 其實我們也不只是這樣子 我們看很多部落 它自己可以發電 現在電源法只允許它賣給台電 再賣回來 那我們前幾天 我們去看我們幾個協助的部落 他們做完之後 它要賣給附近的部落 那這種是全球的趨勢 就是小型這個電廠的這個結構 新的電源法會允許這件事 現行電源法不允許 現行它不可以賣 它不可以賣 它不可以賣 它不可以賣台電 它在網路就很平衡 對 還接著回來 對啊 譬如說它在南道發電 送到台電 就已經很貴的 它在南道 它就可以照進那個廟 它自己的部落 這樣就對了 還有隔壁的部落 今天允許這款的架構 那就更有效率 對 全球趨勢也是這樣子 是 好 我們今天訪問的是 經濟部的部長 李世光李部長 這個很多問題 都沒辦法跟你請教 時間很悠 希望改天再來 好不好 感謝 來喔 它不是老藍藍喔 合一場醫藥劑 不是你建議的喔 不是不是 OK 好 這個感謝 李部長接受我們網路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感謝大家收聽 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 拜拜 謝謝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